在2019年11月西湾河反修例冲突中受槍傷的男子周伯坤 早前进行手术抢救成功后出现多项后遗症 他今日再传出身体出状况 预计明天需要开刀做手术 多次参与反修例示威的艺人阮文案在Facebook透露 周伯坤由于抢尖黏 今晚宋远 预计明天早上要开刀做手术 周伯坤一月曾经在他的社交网站表示 医院的抽血报告显示他手术后遗症不断 严重时要入医院打刺痛针 有时亦因为太痛而无法吞食止痛药 他又说自己未与郭位置枪伤仍未传语 而且无法长期集中精神并经常失眠 在前年的西湾河冲突当中 当时年仅21岁的周伯坤 被交通警以实弹击中服务 他与另一个20岁姓胡的男子其后被警方落案起诉 合共控以一项故意阻撓在正当执行职务的警务人员罪 却合一项企图抢劫罪 周伯坤亦被控以一项企图还合法惊讶逃脱罪 按键在下月23日再信